欢迎们好 我们继续说国史 我们今天说出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这个胡鹏狗党 里面的一员大见了安子文 这个安子文我们曾经说国史的时候说过 今天给大家补充点东西 我们曾经说过安子文是北方局的老 刘少奇的老部下 北方局的老人 安子文这个人在这个革命的征途上 四次被捕 叛叛变不知道 但有一次 我们大命的时候把他搞出六十一叛徒集团 他是头子 写了反共启示 见过以后 安子文是中组部的常务部长 这我们说了 但他还有一个角色 他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人事部的部长 你看 党口 中组部的常务部长 中组部的实权握在手里头 中央人民政府他还是人事部的部长 那么在这个 那么在这个主持中组部的工作 十七年 十七年 安子文从副部长一直到部长 十七年里头 安子文是唯一刘少奇马首施展的 只听刘少奇的 在刘少奇的受益之下 开展我党的组织和人事工作 那多少重大的事 安子文那时候 哎呀 到刘少奇那儿就 基本就到天了 好多重大的一些人事任命什么的 在毛主席那根本请示都不请示 甚至包括一些任命一些省部级的干部 他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了 刘少奇跟安子文两个人不仅工作上配合的那么默契 说两个人那真是思想到灵魂 那真是息息相通 大家知道刘少奇 一见国之初的时候反对合作化呀 剥削有功剥削有礼呀 什么一系列的东西 安子文跟他自己的老大呢 真是一唱一和 齐本宇回忆吗 齐本宇说这个 安子文见国之初的时候就是提倡剥削 公开支持党员雇工 说党员不带头雇工 群众就不敢雇工 生产就不能发展 所以中组部的部长就公然号召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要率先发家致富 然后呢要率先雇工 给群众做榜样 你雇工了群众才敢雇工 听了有点像他妈的 戴小平说的这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然后先富带后富一样 你说就这样的一个人 这刘少奇简直就是知音难迷的感觉 这苍天给我刘少奇派出来的小兄弟 给我派出来的走足 所以刘少奇对安子文那是喜欢的 你从他俩的这个政坛抚养啊 刘和安两个人 但真是他妈的 患难与共 一路过来 一路到黄大命 刘倒了 安也就倒了 是不是啊 然后后来 邓他们 这个怀想团回的时候 给周二七平反了之后 安自文被也就都平反了 平反了 然后呢 又与无产地革命家世人了 是不是啊 然后自己 包括这个也 恩泽自己的子女 安子文的女儿叫安 安安 不是安什么 不是当初就嫁给了胡耀巴的儿子胡德平 真是他猫属一家 能不能这样一个老婆家 喜欢也喜欢不过来呢 是不是啊 结果呢 同事亲信 我说你是年轻革命家子 要是饶住时 你竟然他妈的为了省点煤 都让我老婆在上海树洞 是不是啊 然后几番敲打 你还不进 你还不进炎将 是不是啊 五马金青 中组部的部长 做了之后 然后你到了这之后 怎么样呢 刘少奇传里面说的是 刘少奇传里面说的是 饶住时一到中组部 就排斥和打击 组织部原有的干部 开展对原来主持工作的副部长 安子文的无理斗争 这是刘少奇传里面说的 就把这个 你看刘少奇传里就这么写饶住时 就这么写安子文 你说刘少奇跟谁是一伙 谁是真正的小兄弟 用后来饶住时的话说 同样的意思 用饶住时的话说 说安子文 他一到中组部以后 他发现是安子文霸着组织部 因为安子文霸着组织部 使我饶住时 他们的插不进来 插不进来 在刘少奇传里说的就是 刘少奇来了以后 打击原有干部 然后他们对安子文 开展无理斗争 那你饶住时 和安子文你怎么能比 尽管都曾经是亲信 但是 在刘少奇这个心里头 安子文的分量肯定是更重 情分也更深 安子文肯定在刘少奇那更得宠 安子文都会做人做事 思想意识让刘少奇一唱一贺 然后人一步一驱 一直落实到生活细节小节上 我们以前上两节我们曾经说过 刘少奇朱德 他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 跟毛主席他妈兵分两路 中央工作委员会到了西北坡 中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不就安子文 那么在毛主席转战陕北的一年时间里头 刘少奇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私生活上 他们就是把他第五任的妻子 睡了几天就把人给踹了 就把人给他妈赶走了 那个王健 说人家有精神病 还是朱德和康克卿给接上的 说人家他妈就有精神病 说性生活不和谐 最后他妈就把他扔给他妈的林峰 让林峰带到东北去 最后这个王健这个女孩子 竟然不知所终了 那林峰他跟彭真不是刘少奇的左往右臂吗 那刘峰林峰 见过以后王大明之前是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 那助纣为虐 那跟彭真真是难分重不 在伺候刘少奇这个问题 把这个王健就给甩了 就他妈交给林峰了 林峰怎么处置 最后就不知道带到东北 然后呢 这不就腾出地儿干嘛呢 他不就开始追王光美了 去往河北的路上就开始追王光美了 在王光美的土委工作队也就炮人家 是不是 最后到这以后 王光美他们也去了西百坡之后 然后不就在西百坡洗些良缘吗 50岁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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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奇大叔就娶了27岁的这个 这这这这烟听高材生的王光美 在这个过程中 安子文 安前马后 那他们是没找出力 秘书长 是不是 秘书长干什么的 不就干这个呢 是不是 分离场安子文 都都都可以管刘少奇的家事了 你说这是什么关系 这是什么关系 不仅如此 你说在党内工作中 安子文也真能够一紧跟老大刘少奇 第二位老大刘少奇两肋插刀 58年为了整肃不跟刘少奇搞穷国度的一些干部 刘少奇58年不搞穷国度吗 大学进刮骨奉雕二七和始作勇者吗 有些干部不就不跟吗 觉得不太对这么搞穷国度 为了这么把这些干部搞下去 或者或者这个这个搞他们 搞得他们让他们跟上刘少奇 这个角度 安子文当时不就发明了著名的霸王工作法吗 霸王工作法 这就安子文发明了 你问中国共产党的老人都知道 什么叫霸王工作法 什么呢 叫不信来看 不服就变 不干就换 什么意思 这不就邓小平 那么七十年都过八十年初开始搞那套 不换思想就换人吗 不信来看 不服就变 不干就换 这就安子文发明的霸王工作法 为老大名罗开造 清理自己的干部队伍 你说 这安子文对老大多仗义 你更何况 两个人为什么从思想行为各方面如此的亲近 不得了 他们真是有共同的经历 他们有太多共同的语言 方向我们说 刘小平 这个 说不清 道不明的历史上的三次被捕 到底怎么回事 现在谁说得清 安子文比太多了 四次被捕 最后都他不明不白出的狱 然后毫发无损 你落到个人生活上 那更是臭味相投 刘少奇六次婚姻 直到娶到王光美 安子文也不输他老大 安子文包养情妇 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内 谁人不知 谁人不知 大家看年子的回忆录 你看年子回忆录 你们年子后来不是嫁给 最高院的副院长 老革命吴凯之 那吴凯之跟安子文 他们在一起 没事在一起 把打拔枪啊什么的 那一幕又一幕 历历在幕 在丽元子的眼里头 安子文 啊 那说 安子文过来打拔枪 经常去带个带个女的 甚至带俩女的 谁呢 叫邓决仙 那个女的可能就是他妹妹 安子文竟然 他的情妇 邓决仙 和他的妹妹 甚至都可以两女 伺候着一个 一个他妈安子文 安子文上班都不去 找人连锚都不点 在中组部 外边人过来到中组部 找安部长办事 如果办公室 中组部组织部楼里找不着 你就上邓决仙家里找去 肯定找一准 那个时候邓决仙他妈简直就是 边外中组部的部长 你在谁要想找安子文办事 办干部的事 跑车腿都办不成的话 你找邓决仙一找 一个准 一找一个成 只要你什么东西都到位 这就是共产党的中组部的部长 邓决仙是有父之父 她丈夫张仲瀚 国民党起义人员 我实在是怀疑 就是这个安子文 为了他妈的跟 这个邓决仙 这雨水之欢 是他把这个张中汉 给从北京发配到了 他把新疆 做新疆生长建设兵团的 傅政委 几千公里之外就发配过去 然后他好和这邓决仙 是不是啊 日夜厮守 就到这个份上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中央组织部的部长 甚至 为自己的情付 为了方便自己跟自己的情付优惠 甚至就在中组部的协对面上 给邓决仙 调换了那么 那么一处高级干部 只有高级干部才能住过的大宅子 就给他自己的情付住 这就是安子文 甚至 安子文跟邓决仙的这种他妈的这个不能的关系 就在自己的夫人 就在自己的夫人 安子文的夫人 刘 刘 刑雄 在他夫人面前都不遮不掩 他夫人也 也很有这个这个刘上杰所说的共产党人的羞丫 对于这个自己老公和自己和这个他情妇之间的 视而不见 他们自己 他们三个人出行坐车的话 这个安子文和邓决仙两个人坐两边 中间刘敬雄坐在他中间 那 一路之上都能欢歌笑语 你能信吗 你说安子文这个中组部的部长 把自己家这个党员刘敬雄同志给安排的多好 这就是 安子文 这就是 中央组织部的部长 这就是刘少奇 任用和信任的 安排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的部长 主管中国共产党全党的干部人事工作 安子文在这个过程中为了霸占邓决先为己所有 对于邓决先以前 邓决先这个人 那时候在北京城 似乎就是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的一个公共情妇一样 他跟安子文之前的时候他还跟过其他的人 跟不少的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曾经有过一些个染 包括当年的国务院的一位领导同志 这人是谁我就不能说了 对这些是安子文后来的门清 安子文能收拾的都让安子文也收拾了 包括国务院的某位领导同志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组织部的部长 安子文 那刘少奇就是他爹一样 打挑落了高岗和饶术时之后 尤其是高岗 因为高岗是有自己的 有自己的队伍的 这是西北局出身的干部 高岗是西北陕北红军的当时那就是头了 刘志丹死了之后 高岗习仲勋 建国之后剩这两位算是西北干部的代表 挑落了高岗之后 这个刘少奇事实上早就把眼光眼睛就盯上了西北的另外一个代表的这个习仲勋 高岗倒了之后 全国抓高岗分子 尤其在西北和东北 遍地如麻呀 高岗分子 我曾经给大家以前讲过故事 包括黑洞省 当天黑洞省 有一个省委书记 不是第一书记 是省委书记 大家感兴趣的到爬爬楼看看这个郭氏一开始的时候说高岗问题的时候 直到最后让人在包头不明不白的被车撞了 刘少奇他们杀人不见血 不眨眼 都清理的差不多了 包括五虎干 高岗的五虎干酱的什么的 都清理的差不多了 最后 忽然发现他妈的 作为西北干部的西北山头 还有另外一个代表 习仲勋还在那立着 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 所以习仲勋根本就不是六二年倒的 习仲勋就是六二年的时候事实上倒了 事实上是习仲勋五十年在高岗倒了以后 六二七就飞出之而后快了 就开始搞习仲勋的倒 当然这个东西不能明火之杖 这个敲楼打鼓了 事实上早在习仲勋六二年倒掉之前的前三年 1959年 庐山会议之后 彭皇张州案发 彭德怀倒了之后 事实上当时就秉承刘少奇的旨意 刘二奇的小兄弟彭真和安子文 还有公安部的副部长徐子荣 我们曾经上一节说过这个徐子荣 这徐子荣他们几个人就公然的私设公堂 就把高岗的一双 这李立群就给抓了 就开始他妈的逼他写关于习仲勋的假材料 你不写我就整死你 他把祸害死你 包括你子女们没个好就这样 就这么他妈的鼓鼓相逼 就让这个李立群编造材料 说什么 说习仲勋曾经和高岗和彭德怀一起 他们曾经一起密谋 说这个习仲勋事实上是参与了高岗的分裂党的活动 59年 年底之前的时候就逼着李立群写了近万字的关于习仲勋这方面的材料 然后就拿到手里以后就琢磨着可以对习仲勋下手了就开始 就这么的就开始 那时候习仲勋正好在苏联访问 习仲勋在苏联访问 结果他妈的这个这个这个中央这边一个他妈电报就干 我就让习仲勋赶紧中断访问 回国接受调查 习仲勋六二年到事实上59年就开始接受调查了 习仲勋都知道 习仲勋自己都知道 当然那个时候啊 包括毛主席的态度 包括专来各方面的东西 最后证明了时机还不成熟 倒习仲勋 搞掉习仲勋 时机还不成熟 59年这个这个对习仲勋的这次调查 最后是无果无稽而终 那到了三天以后 三天以后的1962呢 两件事又发了习仲勋案 这个最后啊就就开始立案 习仲勋终于倒台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62年这个彭德怀自己那么喊写了八万字 给自己寻诉 要求平反 这是一件事 这反共倒算吗 在刘二奇他们看了 第二件事情就是刘志丹那本小说 李志宗写的这个 啊 这个这个刘志丹这本小说就出版 颜红彦就开始告状 被刘志丹那本把这 哎 这个事情成熟了 然后把这两件事情绑在一起 再把李立群三年前写的习仲勋的揭发材料 最后合在了一起 最后 共产党中央一线领导人刘少奇同志 命令康生同志负责此案 于是习仲勋这个案子在1962年终于就生成了 那也就意味着继高岗之后啊 这个陕北红军西北系的这个残余的政治势力 尤其是这个势力中的遗憾 还是个代表人物被彻底的铲除了 那么 这些东西都说明了什么呢 我们还只说了一个安子文 我们还没说彭真 我们还没说 细点说一说播一播 没细点说一说那个林 什么这个这个这个林峰 你再说一说什么和尔为一论的中央党校的 就刘少奇的所谓的刘少奇的这个智囊 理论家的这个什么杨献珍 你再说什么徐子徐子龙 再说说刘兰涛什么这些 都是北方局出身的这些 不明不白的被捕啊 他把厨狱啊 包括写什么反共启示 这些当叛徒的这些人 你把这些人不详细 你把这东西帮帮你一圈 你拉起来 一看中心核心谁都是刘少奇 就是刘少奇 刘少奇 就是这一伙子人的这个头子 就说什么呢 就说在中华民国成立前后 就形成了一个以刘尔西为首 包括彭真 林峰 博弈博安子文 徐子荣 刘乱涛什么什么 杨献正等等 这些人为骨干的 用高感的话说叫帮帮 形成了这样一个帮派 一个帮帮 而这个帮派 从建国前后开始已经控制 牢牢的控制起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权 甚至一部分政权 一直 一路发展 发展到无产建国大命时候的 被毛主席最后给定性的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包括后来 邓阿平也加入其中 不是 他也加入其中 这就是一个他妈的一个党内的一大帮派 这就是他妈的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他们他妈的中心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思想啊 就是 对啊 他们没完成的 他们的没完成的这些宏愿 最后被邓小平完成了 就是要把今天的中国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帮帮太太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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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团伙这个司令部 这个包括文革中他们倾复了 最后了文革之后 还原团回来之后 又又又又 他妈给他妈平反了 通过什么说什么冤假错案 最后这帮家伙 他依旧还念着自己的主子 依旧绑在一起 刘二七追到会上 邓小平握着汪汪美的手 不是说我们胜利了吗 这是一个胜利 谁的胜利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们的这个胜利 一直到现在为止 或者不是现在 就是一直到这个这个这个八零 1980年代的时候 他们还是人都死了 刘二七 他们不依旧还是一个帮派隐形的存在着吗 甚至也说他们博弈博安子 两个人竟然在外面 把这个这个刘小琪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儿子这个刘元给叫来 还跟他们刘元还告诉 还告诉刘元这样的话 还告诉刘元说 当初啊 毛主席曾经指着你爸说 曾经指着你爸说 说你有什么了不起 我动一个小手势就可以把你打倒 你看 刘元的这个博叔叔和这安叔叔 在他爸死多年之后还告诉人 什么意思啊 你让刘元继续记这个毛主席的仇是不是 什么意思你这 就是这个邦邦派派 这个资产纪的私人货他妈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这些个 这这这这啊 这个 这套他妈的作风 这套作派 这个 显形也罢隐形也罢的 事实性的这个存在 我估计一直到现在为止 可都没都没彻底断 不知道呢 习近平是不是知道 刘元继搞他爸爸这个事啊 反正我们知道就刘元 这个早就退休了 聊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